巫师拥有超凡的神力 如同人类拥有至高的权力 与众不同 或会让人成为伟人 或会将人变成魔头 巫后便是后者 随着力量日益强大 他开始渴望能掌控全世界 于是他将神力注入在古树当中 修炼了不知多久 竟然让大树生长出瘟疫和死亡 投石家园的勇士们组队捕杀巫后 这天他们找到了这颗瘟疫之源 女巫几乎与这棵大树融为一体 他肆意捕杀这群勇士 勇士卡特持有钢火巨箭 在火焰中与大女巫同归于尽 巫后临死前诅咒卡特 永生不死 不知过了多少年 卡特还是那时的模样 飞机窗外异常的电伞雷鸣 让他察觉到巫术就在身旁 卡特三两下便找到了做怪的女巫 搜出他藏在包里的风雷浮咒 假如再晚半步 整个飞机便会被雷电击碎 全机人包括这个迷糊的小女巫 都会死于非命 卡特抵抗了暴风 剑女巫不知情 放了他一马 如今巫师与人类已经签订了停战协议 但一旦出现伤害人类的巫师 便会有秘密集团里的巫师猎人将其捕杀 卡特结实拍档多兰时 他还是个热血青年 如今他已经白发苍苍 此行卡特乘飞机返回纽约 是因为多兰即将退休 第二天 多兰的死讯打破了卡特心中的瓶颈 集团委派新人与卡特搭档 卡特在多兰房间 发现残留的黑巫术药草 发现自己赠予多兰的钢笔不翼而飞 在巫师药店 卡特从通灵巫师那里 获得了一些线索 寻着线索抓住了一个 拥有多兰钢笔的黑巫师 卡特认为 钢笔里飞出的苍蝇 是瘟疫之瘾 他断定多兰没有死亡 而是被人用巫后的瘟疫之术诅咒 卡特仔细翻查多兰的遗物 书本上几个词语被多兰标记 回遇你的死亡 卡特来到魔幻酒吧 要求女巫 克洛伊为自己唤醒死亡回忆 吃下回忆过时 卡特来到珠沙女巫那天 眼看就要看到当时的情景 一个声音将他拉回现实 又一个黑巫师 黑巫师趁卡特神志不清时 将他打倒在地 黑巫师趁机毁坏了酒吧里 所有的回忆药水 急忙溜走了 克洛伊答应为卡特制作回忆药水 这时还差一样关键材料 卡特带着克洛伊找到旧石 讨药草药 怎料旧石竟将卡特迷运 让他掀起回忆当中 记忆中的王妻 王女 美丽得如同天使 他们就这样匆匆地在世上走了一遭 克洛伊的一把匕首将卡特拉回现实世界 卡特用幻象水晶逼问旧石 得知真相后放了他一马 但克洛伊调皮了一把 将水晶踩碎 女人身上的一层假皮瞬间瓦解 原来克洛伊是一名梦行者 他们可以肆意行走在他人的梦境中 窃取他人灵魂深处的秘密 克洛伊不惜暴露身份 拯救卡特 当然也愿意帮他回忆死亡 克洛伊看到这个男人的爱 痛苦与复仇 就这样带他来到了死亡那天 同伴们发现 因为诅咒卡特与巫后一脉相连 他们选择留下女巫的心脏 这群自私的人 担心失去卡特这个永生不死的武器 巫后的心脏被黑巫师切得 等卡特赶到时 巫后已然借体苏醒 趁卡特对付黑巫师 巫后擒托卡特 预备将永生的能力收回 巫后拿回永生术后 立马获得新生 他甚至来不及对付卡特 便向巫师监狱赶去 克洛伊和新拍档来到监狱门口 看来犯罪的黑巫师们已被巫后释放 克洛伊进入其中一名巫师的梦中 克洛伊在梦中刺杀黑巫师 成功将他杀死 卡特则来到了监狱深处 与巫后近身搏击 他再次战胜他 刺向女巫师才发现一切只是幻觉 醒来后 卡特在黑暗中隐约看见了女巫 他调整气息 掏出钢和巨剑 就要砍下巫后头鹿时 新拍档挟持克洛伊出现 卡特被打晕 身为梦醒者的克洛伊被巫后迷惑 加入了召唤行列 很快瘟疫破数而出 至于那个叛徒 女巫见他能出卖养育他的人类 心生厌恶将他杀死 卡特在这段时间里 与妻女团聚了片刻 受到亲人的鼓舞 他掏出风雷符制造了巨大的暴风 雷电 结合钢火箭 卡特将巫后彻底消灭 至今巫后的心脏仍在跳动 但何惧 正义与邪恶永远共存 但邪不胜着